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乃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NBA新赛季正在进行中 新赛季状态火热的热火队 在此前比赛中 不敌绝境收下一场实力 该场比赛 唯一的重点就是两队突发的程度 比赛第四节 马基夫·莫里斯在防守十位阻止反击快攻 直接对尼古拉·约基奇 采取了一次战术反规 但因为动作过大 随后被约基奇撞翻在地 表情非常痛苦 后两人均被裁判判定为驱逐 同时莫里斯也被赶来的 医务人员用担架抬出场地 比赛结束后 主裁判Kevin Scott接受了采访 谈到了这次冲突时 他说 看完录像回放之后 我们给了大漠二级恶意反规 根据以下四条标准 大漠的动作是过分 而且没有必要的 一 动作的严重重 二 球员是否在做合法的篮球动作 三 该动作造出对方受伤的可能性 四 这个动作导致了冲突 结合裁判的说法 以及全过程来看 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莫里斯 有人说他只是执行了一个 昨夜的战术犯规而已 但实际上 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战术犯规 这就是带有初期 泄奋性质的恶意动作 战术犯规一般是 抱住或者开打手臂 但莫里斯上去选择加速冲撞 直接给了一招 还顶了膝盖踏腿的部位 有看过此前比赛的朋友会知道 莫里斯撞的一侧 恰恰是约基奇前段时间受伤的游戏 而约基奇也不算突然失控 作为巴尔干人 本来脾气就挺暴躁 被没有来 给了一招 甚至还被人顶了刚受伤的膝盖 再考虑到莫里斯的履历 约基奇显然有理由相信 这是他在挑食 甚至是恶意伤害自己 然后就是急于回应 让莫里斯链扬马斑 作为声名在外的刺头 莫里斯走 球队老大巴特勒 在约基奇走后 罢了几句 但约基奇刚撞翻莫里斯大会 巴特勒就站在约基奇身边 没什么过几句 在赛后还带队友 在绝境更衣室门口寻求说法 在安保人员的沟通下 这场风波才暂时散去 但事态没有就此打住 赛后莫里斯的弟弟 在社交平台上 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显然是不满约基奇的做法 但约基奇的哥哥们 也马上注册了媒体账号 给予回应 而底下也有许多球迷留言回顾 显然对于这么大的冲突 大家也好奇事态走向 对于此事 热火主教练斯波尔斯特拉表示 约基奇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一个很脏的动作 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当时大漠是面对着约基奇 事态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大漠当时是背对着约基奇 看不到他 这是个很危险的动作 在那之后 场外观赛球星 也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活塞民宿微孝斯和托马斯 也在媒体上听论道 约基奇狠狠地撞了他一下 我喜欢这个表现 托马斯当年效力的活塞队 在上世纪80年代末 是文明联盟的坏孩子军团 他们依靠强悍的防守 曾经连续几年将乔丹淘汰出去 同时战边约基奇的 还有前全明星中风奥尼尔 在他看来 这就是一次正常的回应 获里斯先有犯规动作 那就不能马上背对约基奇 必须做好准备面对约基奇的回应 其实这样的事件 在联盟的历史上也算是比较常见 在之前某同主场对阵热火的比赛中 伊巴卡和詹姆斯 约翰逊爆发冲突 两个人挥拳相向 你打我一拳 我再还你一拳 篮球场变成了拳击赛 裁判观看完录像之后 他俩双双被驱逐 让人意外的是 约翰逊一直进攻 伊巴卡却连连败退 等到裁判过来之后 伊巴卡竟然举起双手认输了 约翰逊一直不依不饶 网友戏称 多灰裁判及时拉开 要是再晚一会 伊巴卡可能就被抬出去了 伊巴卡在联盟也算是一位硬汉 但面对此前专业练过格斗 也有过职业比赛经历的约翰逊 也是没有一点办法 而比赛结束后 德罗赛与德拉基奇之间的矛盾 也成为了全场第二次的冲突 2019年10月30日 在NBA常规赛 76人赌场迎战森林郎的比赛上 也有过大冲突 那一战双方 虽然在比分上实力差距选手 但是在球场上的动作差距 却一点都不大 森林郎的中锋和76人中锋恩彼得 在球场上上演了全舞行 两人在场上直接疯狂斗殴 刚开始恩彼得包夹 导致唐斯传球失误 之后更是直接挑衅唐斯 血气方刚的唐斯 哪能受得了这几 再加上恩彼得手上 连续两次推人的动作 彻底激怒了唐斯 唐斯直接将恩彼得一把锁住头 如果不是西蒙斯上来拉架 唐斯很有可能直接将恩彼得 暴打一顿 让他彻底清醒 但西蒙斯的做法 没有让冲突升级 唐斯被死死地禁锢在地上 双方就此被拉开 随后 裁判在多次回看后 做出判法 将主要当事人恩彼得和唐斯驱逐出场 除了这几位之外 前面提到过的莫里斯兄弟 其中的弟弟小莫里斯 和他哥哥一样 也不是省油的等 2019年11月21日 76人出场迎战尼克斯 在第二节比赛时 小莫里斯和恩彼得 在争抢篮板球时 互相拉拽对方 莫里斯直接将恩彼得拉拽到地上 恩彼得紧身要和莫里斯理论 随后双方爆发了 2020年2月12日 莫里斯转战快船 客场挑战76人 第四节恩彼得拦下 接球遭多人包夹并被犯规 之后 他和小莫里斯两人的手部 仍然缠在一起 两人发生空突 相互试探之后 小莫里斯大力推散恩彼得 双方爆发冲突 关于现热火老大巴特勒 也有一事值得一提 2020年1月9日 热火在客场挑战步行者中 在第三节比赛的一个回合中 巴特勒持球突破到内线 被TJ沃特犯规 随后两人开始对喷 裁判观看录像回放之后 给了双方技术犯规 随后的一次进攻中 巴特勒被吹进攻犯规 沃伦追身嘲讽巴特勒 被裁判再次吹了一个技术犯规 沃伦累计两个技术犯规 被驱逐出场 随后 巴特勒闻送别TJ沃伦 沃伦也竖起终止回应他 这一回合巴特勒的处理 可谓是完美 摸透了心理 先让对方上投生气候 又被迫出去 其实这样的冲突 真是数不胜数 对于近年来 冲突不断的增多 其实从根源上来说 原因还是在联盟内部 很早之前 关于裁判判罚尺度的问题 就已经被推上了风头浪尖 包括著名主帅史蒂夫 科尔 马兹老帅 波波维奇 顾名球星哈登 德罗赞 德雷蒙德 格林都宁特被罚款 也将矛头对准了裁判 NBA有心致力 但是无奈如今 裁判队伍 处于轻狂不结期 资深裁判就这么几个 而年轻裁判 则需要成长的机会 在场上诸多的问题判罚 让球员的不满情绪 不见累积 对裁判的水平 也产生质疑 既然裁判无法解决问题 那么一部分球员 就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小动作 假摔 危险动作 垃圾化层次不求 于是矛盾被进一步扩大 越来越多的冲突 出现在球场上 除了裁判之外 冲突增加 还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就是球队之间的 竞争空前激烈 这点从2017年夏天 就已经出现断移 各队的军备竞赛空前激烈 如今多支球队 都积累了大量的天赋 和出色的球员 重新变为群雄割据的局面 在这种改朝换代的时期 任何一支球队 都不干于人后 球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 场上的动作会变得更大 球员的兴奋度也会更高 难免会出现 肾上线素和荷尔蒙 同时暴涨 超越理智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球迷 当然希望球员们 在场上能公平竞争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成功 也是营造更好的竞争环境 给球迷们更好的观赛体验 仅仅用了四个赛季 他就入选全明星阵容 成为最佳阵容和最佳防守阵容球员 并拿到了进步最快球员称号 当未来属于他时 升空飞机却折了翼 他遭遇恐怖重伤 损失了运动员成长最重要的阶段 但这段悲惨经历没有使他消沉 而是为其助就钢铁身躯 这名球员就是Paul George 上个赛季快庭还是一支平民球队 他们在没有全明星球员的情况下 进入到季后赛 而本赛季他们完成了180度大转身 成为了夺冠热门 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提升和变化 原因就是可爱Lanard和泡胶George的加盟 如果只拥有可爱 那夺冠对于快艇来说 只是能够看到的梦想 但得到泡胶后 快艇如虎添翼 实力进一步升华 夺冠成为了他们可以实现的目标 然而当赛季开始后 泡胶的表现却远不如预期 几项基础数据下滑严重 反而成为了球队的拖累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泡胶在快艇 真的已经成为了一名拖后腿的球员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泡胶的场均得分 从上赛季的28分 8.2篮板4.1助攻 下降到本赛季的21分 5.7篮板3.9助攻 场均得分不如上赛季 但这不是实力下降导致的结果 而是多种因素综合食安 泡胶本赛季的前半段时期 身体状况不理想是原因之一 毕竟从赛季开始 快艇就在为季后赛做着准备 以总冠军为前进方向 Rivers用人小心谨慎 严格控制球员的上场时间 消除一切受伤隐患 所以本赛季泡胶的 场均上场时间减少严重 其次便是球权的分配 战术倾斜度和队内扮演角色的不同 才是导致他数据下滑的重要原因 毕竟快艇需要有球在手的人 明显比之前在雷霆多得多呀 可爱作为队内头牌 球权得有把 卢伟和哈雷的配合 无球也打不出来 甚至有时候可爱也得为他俩做下让步 而泡胶这种善于定位 无球出色 不是特别依赖球权也能打出贡献的二当家 再加上出群率不能保证和阵容处于磨合阶段 有时候就会被战术降级 而且他这个赛季除了挡拆外 进攻回合占比第二高的就是绕掩护 而上个赛季在雷霆这项只排到第五 再者 陡然增高的失误数也影响了他的效率 我们来比较下这两个赛季 泡胶进攻占比最高的持球挡拆就能看出区别 上赛季 泡胶挡拆后每回合可以得到1.018分 超过91%的球员 有效命中率50.8% 本赛季挡拆后的出手 有效命中率51.3%还高于上个赛季 但每回合0.91分却比上个赛季低了不少 原因何在 就是挡拆中保增的失误数呀 每百回合会比上赛季多失误7次 这个和他自己的竞技状态有关 但也不能忽视雷霆和快亭挡拆质量的差异 以及队友配合时的默契程度 除此之外 泡胶上赛季还能有三个月的高光表现 还有几次让人印象深刻的关键球 所以虽然常规赛后两个月的表现有所回落 但主体的印象分已经形成了 而对于那些不稳定健常的球员 高光时刻的多少就显得尤为重要 所以由于快艇进攻端对于他的依赖程度 是明显不如雷霆的 有两把刷子能站出来得分的球员有好几位 留给他力挽狂澜的机会少了 加上此前付出后连续打出的超轨表现 被质疑便不足为贯 在上面的这一番讲述中 相信肯定会有球迷改变对泡胶拖后腿的看法 反而会认为他是快艇里面的一个边缘人 牺牲者 但其实并非如此 泡胶人是快艇不可缺少的一名球员 我们回想下泡胶过往的核心竞争力 他的卖点是什么 是他的防守 一个单防加斜防加换防台阶 都是顶级的侧翼 是他飘逸的无球走位 和锤炼的接球投能力 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 他在掩护后切出的投篮 或者定点的出手 效率和产量方面都是非常出色的 而且泡胶的防守是快艇赢球的关键 毫无疑问 由于伤病原因 他的横顺移动便慢了许多 如今他的防守 已经不再是防守一阵的水准了 但泡胶的防守经验和防守智商 依旧是全联盟最顶尖的防守球员 经常看快艇比赛的球迷就会知道 在防守端他承担了大量的防守工作 尤其是他为可爱 赢得了足够多的休息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 他是快艇防挡拆最出色的一名球员 他总是能够提前地做出预判 也总是能够出现在快艇 最薄弱的防守环节 毫不夸张地说 一旦快艇在防守端没了泡胶 那么快艇剩下的就只能与对手去凭进攻了 毕竟封线防守的实力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一支球队的命运 何况他会的语言不止这些 经过上赛期在雷霆的洗礼 他又增加了新的卖点 以前炮胶因为运球重心高 启动速度慢 不太容易甩开防守 不得不在贴身防守下强行出手 效率和稳定性始终达不到顶级 但上赛季他却能大爆发 最终挤进MVP榜前三 一来是因为他学会了如何靠身体 靠节奏变化 创造出手机会 优化出手空间 这个变化对他而言是革命性的 二来是靠进一步检柱的持球开发进攻的能力 他是上赛季持球三分表现最好的几个球员 这么多年 这项技术终于是练出来了 所以在本赛季 不管是持球三分还是无球三分 炮胶的效率都比上赛季还要高一些 而且单位时间内的三分出手次数和出手占比 是今年更高 炮胶是本赛季非受助攻三分表现最好的球员之一 在出手100次以上的球员里 他39.2%的命中率位居联盟第四 而且炮胶的篮下终结效率也提升了 命中率从上赛季的59%提升到了本赛季的62% 篮筐附近的终结每回合得分也从1.09%提升到了1.18% 虽然数据有所下降 还有着夺冠的压力 但现实确是 炮胶要比伊王更轻松面对比赛了 因为可爱可以为他分担进攻方面的压力 所以折中的话炮胶又能够将更多的精力用到防守端了 还能不面对最强硬的防守 Rivers是用炮胶的方式扬长臂短 他知道炮胶的运控能力不出色 所以减少他的控球 这让他成为中转 过渡或者接球送出助攻这一作用 所以进攻端炮胶不会像以前那样 长时间拿球单打独斗 然后用巨星表现来终结对手 这样非常消耗体能 不可能整场比赛都保持这样神勇 而是更加收敛和合理 用正确的方式融入到快艇的战术体系当中 他不再以突出的个体出现 所以这样的炮胶震撼表现虽不如以往 精彩进球也不再繁多 但重要性却更足了 总而言之一句话 在NBA不是所有球员的作用 是数据能够体现出来的 显然这句话用在现在的炮胶身上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他对快艇的作用远远高于他的数据 说的直接一点就是 炮胶的有球能力缓解了可爱身上的防守压力 是快艇气候赛战力提升的必要补充 他的无球能力同样是快艇非常倚重 可以用来制定多元化战术的重要赌城 所以如果没有了炮胶 那么快艇的实力将会大大减弱 夺冠也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眼前这个少年还是最初那张脸 面前再多艰险不退去 今年是炮胶职业生涯第十个赛季 这十年不是一帆风顺 他在季后赛一名听人 又突然在最好的年纪遭遇重伤 告别赛场一年之久 但这没有是他放弃篮球 而是选择积极恢复 毅然全身心奋斗在这个舞台 保护在诉说着 时间只不过是考验 最终他还是那名追逐梦想的少年 不管前路如何艰险都不退去 2018年1月28日到2020年7月25日 NBA发生很多大事件 LeBron加盟胡人 暴龙首夺总冠军 勇士成为联盟副班长 但这些与他的关系都不大 因为他一直在与伤病做斗争 整整斗争了909天 才重回NBA赛场绽放他的光芒 而他就是雷霆的防守汉将 Andrew Robinson 2017-18赛季 当时的雷霆组成了Westbrook Paul George和Anthony的三巨头 开赛之初雷霆有过挣扎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 球员间的磨合变得越来越好 最终在一月底 逐渐走上正轨 甚至取得了一波八连胜 大游要争贯的势头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八连胜的第七场 Robertson在比赛当中遭遇了严重伤病 当时Westbrook持球进攻 突破后给Robertson扔了一个空间 不料Robertson在冲击篮筐的过程中 脚下打滑 空中重重摔下 赛后Robertson确诊为膝盖并韧带受伤 不得不赛季爆销 Robertson的休战 对于雷霆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在他受伤之前 雷霆的防守效率一度高居联盟第一 受伤之后 雷霆逐渐暴露出了防守问题 他们的外线防守不足 直接缺少一个可以扫荡补位的防守机器 在球哥眼里 当时Robertson的受伤 也是雷霆当赛季的转折 最终雷霆首轮被淘汰出局 再往后 2018-19赛季开始前 他本来已经接近复出 但是训练营期间 Robertson又遭遇思托性骨折 再次赛季爆销 一年又一年 Robertson始终没有出战 他的存在感变得越来越低 甚至很多球迷都快忘记了他的存在 直到2020-7月25日 雷霆对阵赛尔蒂克的热身赛中 Robertson迎来了复出 虽然仅在出场11分钟 但他仍是从前的他 一如既往在防守端展示强大的破坏力 全场得到5分两篮板 一抄截一组攻的数据 惊艳复出 而让这一切变得更完美的 或许便是他在底角投进的那一季三分 而生活可能就是这么像剧本 7月27日 Robertson用他最不擅长的三分 帮助雷霆逆转取胜 比赛剩下一分钟不到的时候 Robertson却是坚硬队友的传球 空位出手 为球队命中了一季反超比分的三分 接着又是接到队友的传球 反跑到45度角 迎着防守球员的补防 命中一季 杀死比赛的三分球 自信的出手 完美的弧度 连着两个致命的三分球 谁说我不会投篮 谁说我防守值3000万 进攻倒亏2000万 你防我三分 今天我就站在这里教你们做人 快三年没有见了 Robertson也是肉眼可见的掌球了 还记得当年Robertson在戏绝被队友嫌弃的样子 大空位都不敢出手 当年Robertson所受到的待遇和Semons差不多 只是Semons比Robertson更怂罢了 但是现在时代真的变了 Semons在复赛热身赛的第一场就命中了一季三分 而Robertson更是为球队连续命中杀死比赛的三分 之前说Robertson要上期间很努力的练习三分球 球哥现在真信了 好了进入正题 这次复赛对Robertson来说意义真的非常重大 时隔909天付出 这对于任何一个球员来说都是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离开球场这么久了 他们需要证明自己 证明自己仍有留在NBA的能力 而且本赛季还是Robertson的合同年 虽然赴赛之后的比赛肯定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来得多 但对于Robertson而言 他要做的就是每一场比赛 每一次上场他都要当成总决赛那样打 因为你不努力就再也没有人给你机会了 尽管两场热身赛他的表现都很亮眼 但是他真的还能够适应这个联盟吗 如今是属于三分球的时代 三分球的出现加快了比赛的节奏 也让许多球员被迫转型开始练习三分球 Robertson肯定是一个例外 在受伤之前 Robertson的三分球依旧没有什么进步 整个职业生涯里面 他只有一个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高于30% 其余的赛季三分球命中率都在20%左右徘徊 他每场比赛出手三分球的次数不会超过2.3次 这让对方防守Robertson的时候 都会选择放掉他的三分球 只因他的三分球没有任何威胁 但在不擅长三分投射的情况下 Robertson却能保持很好的两分球命中率 在他效力的五个赛季中 Robertson没有一个赛季的真实命中率低于过50% 最高能够达到54.3%的命中率 而且Robertson的主要进攻点在篮下 受伤前的一个赛季 Robertson能够达出68.1%的篮下命中率 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新高 篮下的出手数也占据他的总出手数的71.6% 别看Robertson的场军得分不多 却是一个不错的终结者 总的来说Robertson还是一个反时代的球员 没有投射能力 完全靠吃饼来进行终结进攻 然而即便如此Robertson依旧是球队不可或缺的大将 只因他的进攻效率却能够达到114 高于联盟的平均水平 表面上看起来他得分不多 却能够在比赛中帮助球队提升进攻能力 而且在Robertson受伤前的一个赛季 Robertson为球队出战了39场比赛 场场都是首发 每场还能够获得26分钟的时间 那个赛季他还获得了一份三年价值3000万美元的中产合同 为何这样一名不擅长投射的球员 依旧能够坐稳球队的首发 还能够获得一份千万的合同呢 其实就跟Robertson的防守能力有关 Robertson的防守有多么出色 先来看看他的防守效率 在受伤之前 Robertson能够保持107的防守效率 当他在场的时候 对方球队每100回合只能够得到107分 雷霆作为一支进攻型的球队 能够将对方的命中率降至这个数目 雷霆想要获胜的概率就很大了 再来看看他对位的球员里面 对方整体命中率可以下降0.5% 只是在两分球区域 Robertson做的并不是很出色 特别是对方在10英尺范围内的出手 能够达出64.6%的命中率 在6英尺范围内 对方的命中率也能够达到68.9% 说明Robertson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内战防守者 他的防守重心更多是在外战 他在防守的球员投射三分球的时候 命中率只有33.7% 低于联盟平均水平 而在15英尺之内 Robertson更是将对方的命中率 限制在了33.2%左右 比平时命中率低了4.2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 Robertson在防守对方外战的时候 有不错的效率 这还要对于他200公分的身高 和后卫一般的速度 白相推理一下 当今联盟多数以三分球为主要进攻方式 所以能够控制对方的三分球命中率 这样的球员自然是会得到教练和队友们的信任 Robertson的特点正好符合这样的特质 如果这样的数据还不足以证明Robertson的能力的话 我们就从宏观的背景来看 上图是从1980年到2015年 联盟球队平均出手三分球的趋势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 从1980年开始 NBA各支球队的三分球出手数占比就持续增高 直到201415赛季 这项数据达到了巅峰 各支球队有22%的进攻方式会选择三分球 与此同时还有一项数据下降 那就是两分球出手距离的缩小 随着小球时代的发展 现在的球员不喜欢在中距离出手 而是偏向于内线或者三分球 对于Robertson的防守来说 他的特点正好符合当下的趋势 凭借着一点能力 Robertson就可以立足于联盟之中了 从团队的角度讲 Robertson的作用也是明显的 他受伤前的进阶数据就可以说明一切 下个赛季 雷霆必定会进行大换血 球队有多名球员可能会离队 甚至包括Schroder这样的球员 这些球员离队之后 雷霆又会是一个崭新的面貌 呈现在大家面前 新元的到来也会经历一个适应期 老球员们也要考虑如何 与新元进行磨合 Robertson或许就是那个 促进球队磨合的催化剂 他的年龄不大不小 与新老球员的交流不会有代沟 另外Robertson职业生涯 只效力过雷霆这一支球队 他可以算是球队元老级别的人物 在更衣室的地位很高 这些身份都可以帮助球队 迅速磨合起来 况且Robertson的能力摆在那里 即便是受伤 球队也没有一个人的防守比他出色 在比赛中 Robertson还很愿意去做一些脏活累活 同样有串联球队的作用 综合来看 Robertson依旧是雷霆的核心大将 除非他此后的状态奇差 不然球队不会将棋给交易掉 900多个日夜的等待 Robertson终于重新回到了场上 可惜的是 Westbrook早已离去 昔日的雷霆 终究只能是回忆 嘟嘟留下那个如果 如果Robertson没有在赛季 最好的时候受伤 所幸 今日的雷霆还是雷霆 Chris Paul Adams Exander等等这些名字 还会和Robertson一起 撑起雷霆的故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时光长河的相聚 终究都是缘分 首先球科想说一下 对于雷霆这支球队的感觉 我感觉他就是被命运捉弄的一支队伍 从改掉队名后拥有雷霆三少的青年军 到一步步支离破碎的西河独守一城 再到现在 被迫走上重建的路途 却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不得不说 真是够出乎意料的 而本赛季的雷霆 在停赛前以40胜24负 胜率62%的佳绩 为连西区第五 场军能够得到110.8分 防守效率108.4 场军替补球员得39.4分 投篮命中率为47.3% 罚球命中率为79.7% 二次进攻命中率为50.4% 这一项像数据都可以看出 雷霆在重建路上已经崛起了 而雷霆为什么能够崛起 完美融入的领袖 可以说 Chris Paul是一位饱受争议的球员 从最开始的疯王到快艇的空街之城 再到宏极一时的灯泡组合 他都没能获得一个总冠军 甚至在前两个赛季才圆梦西绝 他的带队能力 一直都是众说风云的话题 但本赛季的他 无疑是给质疑者当头一棒 作为雷霆新领袖的他 打通了球队所有成员的人独二脉 让所有球员都处于最佳状态 也让铁血与坚韧成为球队文化的一部分 而其中的原因 球哥认为是他不用再背负 扛起球队振兴大旗的巨大压力了 因此 本赛季的PRO场军出场31.8分钟 能够得到17.7分 4.9篮板 6.8助攻的数据 其中 投篮命中率为48.9% 三分球命中率为36.2% 竞区投篮命中率高达65.7% 虽然 三分投篮人不是强项 但对于传统后卫的圣保罗来说 也不足为奇 当然 除了投篮方面 他串联球队的能力 以及防守能力 才是最为重要的 PRO场军能够送出6.8次助攻 助攻率达到31.1% 正是他初次的传导能力 让每个星星都有崭新的机会 除此之外 曾经入选最佳防守一阵的PRO 在防守上也独树一席 场军贡献1.64抢断 可以说 就是雷霆外线最坚持的防守汉将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场军失误次数也降到了新低的2.2次 总的来说 就是PRO用出色的领导能力 推动队友的进攻 用尽可能少的失误次数 精准的投篮以及坚韧的防守 为球队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在他的场军正负值为4.7 以及比赛贡献值为15.1 可以看出 可以说 雷霆帮助了PRO 而PRO成就了雷霆 两者相辅相成 队内新兴的爆发 本赛季 二年级生Alexander的爆发 也成为了雷霆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赛季Alexander 场军出场35.1分钟 场军能够得到19.3分 6.1篮板 3.3助攻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为47.3% 三分球命中率为35.1% 各项数据较此前都有增长 场军得风 更是雷霆队内第一 场军篮板则是队内第二 而且本赛季Alexander的进攻手段 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他最擅长掩护挡拆突破篮下得分 篮下得分能够占到50.8% 其次 他也时常位于禁区左侧 背身单打与中距离投篮 该区域得分占比6.2% 罚球线的干拔中距离投篮 也是他的拿手好戏 得分占比9.1% 总而言之 他的得分方式也是包罗万象 投篮命中率呈现上升趋势 而这些也仅仅是他对球队贡献的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 Alexander还是个关键先生 在关键时刻绝不手软 关键时刻 他场军出场4分钟 能够贡献2.2分 0.3超级 正负之为2.7 为球队带来了27胜 加棘 仅次于Paul的29胜 他关键时刻的表现 也成为了雷霆扭转局势制胜的杀手锏 也是他和Paul 以及Schroder组成了雷霆的关键三巨头 毫无疑问 作为菜鸟的他正在快速成长 或许他将是未来雷霆的重要根基之一 稳定的团队表现 在开头也可以看到 雷霆在攻防两端打出了联盟中游的水准 但严格来说 这并不能支撑他们打到西区第五的高位 如果放眼全联盟 他们的胜率也是高居联盟第九的位置 他们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排位 最为关键的还是在于打球上的稳定 而这个稳定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雷霆的稳定首先表现在他们能够战胜大多数弱队 也可以用欲弱则强 欲强则弱来衡量 当遇见东西区前8的球队时 雷霆的战绩为13胜18负 胜率只有41.9% 但是当面对非东西区前8的球队时 他们的战绩则有27胜6负 胜率为81.8% 若将对手胜率扩大到50% 则会发现雷霆对阵胜率50%以上的球队时 他们的战绩为9胜17负 胜率34.6% 对战胜率50%以下的球队时 战绩为31胜7负 胜率依然高达81.6% 那么为什么他们的团队表现能够如此稳定 我们从攻防两端入手 因为如今的时代属于小球时代 讲究快节奏 以效率更高的攻防转换 外线三分或者直攻篮下来得分 大部分成绩较好的球队 在这些方面或多或少都有着所擅长的部分 以联盟战机最好的攻路为例 他们在这些方面全是联盟顶级 联盟最高的场军回合数 三种进攻方式均排在联盟前四 西区排名首位的湖人 虽然回合数不算高 但是他们在攻防转换和内线得分上是联盟顶级 这使得他们具备非常强的竞争力 然而这些小球时代的特征 在雷霆身上则完全看不到 他们的回合数只能排在联盟第20位 快攻得分联盟最低 场均9.3分 三分球场均命中10.4个 联盟倒数第三 内线场均得到46.6分 联盟第22位 而且在雷霆现有的阵容中 球队的配置并不足以支持 他们打快节奏的攻防表现 主力阵容中的Pro已经34岁 运动能力下滑是不争的事实 快节奏的攻防会加速消耗他的体重 Gallinari从来都不是一位具备良好运动天赋的球员 快节奏攻防下 对丝毫为球员运动能力和协防能力要求较高 这并非他所擅长的部分 内线的Adam虽然是一位优秀的顶防类型的内线 防守大中锋和卡位是其所长 但若进入到快节奏攻防中 他的作用将被弱化 因此 如果打快了雷霆这套阵容根本追不上对手 而在低回合的阵地战中 顶级防守战力的缺乏 又令他们难以防住对手的进攻强点 因此 雷霆为此打造了五件齐发阵容 那便是团队至上 打造三后卫加双塔阵容 五个人拥有同等的进攻机会 每个人的使用率都旗鼓相当 因此 在进攻端的雷霆便有着两种非常明确的应对策略 首先是他们在阵地战进攻的时候 因为在后卫线上有着三位能够持球进攻的球员 同时 内线的双塔都有着很好的挡拆质量 因此 雷霆的进攻中有着大量的挡拆来完成进攻 在挡拆持球进攻中 雷霆每回合可以得到0.96分 场均得到24.1分 则排在联盟第四位 在挡拆拆分进攻中 雷霆每回合得到1.25分 效率排在联盟首位 场均得到9.1分 则排在联盟第五位 由此可见 雷霆是一支在挡拆中效率极高的球队 而这方面良好的表现 令他们可以应对联盟中大部分防守不强的球队 而除了阵地战中的挡拆 雷霆也有着速度上的变化 他们会在特定的时候派出三后卫出站来提升球场节奏 以优势进攻组合来压制对手 本赛季 Paul Schroeder和Excenter 一共出场401分钟 当这套组合在场的时候 他们的回合数将猛增到108.94 进攻效率127.1 防守效率98.6 这也是雷霆主要三人组中 尽胜分最高的 在这样的应对方式下 虽然雷霆在阵容上有着明显的缺点 却也令他们打出了联盟第18的得分 和联盟第14的进攻效率 而在防守端 由于防守配置的不够 因此雷霆在这套阵容下选择了降速 在降低自身的进攻速度的时候 他们同时也进行快速退防 虽然牺牲了前场篮板球 但是却保证了球队不会轻易被打反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雷霆场均8.1 前场篮板球是联盟最差的 但是在防守快攻时 对手场均只能得到10.5分 是联盟中表现的最好的球队 而且在陷入阵地战之后 虽然雷霆后卫线的身高并不占优势 但是他们可以凭借快速的脚步移动 跟上球的传导 同时内战的Adams绝不会轻易出来补防 这就让雷霆的防守体系 不容易轻易被破坏 虽然有时候会防空对手的外线投篮 但是在整体防守效果上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实力偏弱的球队时 对手没有绝对强点来突破雷霆的防守体系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雷霆的防守端虽然算不上特别出众 但是在内中万三条线的整体防守 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总的来说雷霆是在逆时代潮流中 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来赢得他们能赢的比赛 而且雷霆稳健的表现和关键时刻的进攻 保证了他们面对实力相对弱小的球队时 能够保持足够优秀的胜率 这才是本赛季 雷霆能够成为西区第五的关键所在 所以雷霆本赛季的崛起并非偶然 而是他们将球队的弱点最小化 将球队优点最大化 才让他们能够前行 而现在久别重红的Robots也重回了赛场 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我相信手握一堆手轮签的雷霆军校 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威胁